打假那些网络热门出装 法爆流后裔 先看卖家秀 没想到法球流后裔削弱后 后裔的热度还是不减而增 扑该啊 就你这一键三连的伤害 热度怎么可能降得下来 毫不夸张的说 你这后裔火化都不带放原料的 但后裔受到这次更新的削弱后 胜率已经从原来的58%跌到了48% 这就说明了 无论是法球流还是无尽电刀流 都已经不适合如今的后裔了 对啦 生死我孤陋寡闻了吗 这后裔除了法球流和暴击流 他还能有什么其他流啊 啊 无痛远流吗 这套法爆流出装 也是我在法球流后裔 被削弱后 马上联合六位职业选手们 经过了三次激烈的讨论后 才研究出来的 好消息好消息 这次被锅的是一个叫做六位的职业选手 你们不用躺枪了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套法爆流后裔的出装名文 大家可以先双击收藏起来 以免想完后裔的时候找不到了 因为我的后裔是不穿鞋子的 所以蓝色带十个狩猎增加疑速和攻速 绿色十个星眼 红色十个梦眼 星眼和梦眼 就能让我们的大招飞得更快 并且输出最大化 备战一下 名文蓝色十个甲子 既可以提高疑速 还可以当武器提高攻击力 绿色十个哈利波特 提高法术伤害 红色一副耳塞 隔绝问候 九副棺材 埋葬队友和对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法爆流 后裔的出装 由于这套出装 需要注意的细节 以及小剑比较多 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好 放在底下了 接下来看看出装 因为名文不提供物理伤害 对线其想要打出优势 那第一剑就要出物理练食车一本 而法爆流后裔是不出鞋子的 作为弥补 我们可以出轮椅一张 就算被对面打断双腿 我们还可以用手推着走 玩后裔最重要的是发育速度 所以第三件装备出奇数一瓶 中后期团战爆发较多 需要频繁使用大招支援 所以减CD尤为重要 第四件出CD一张 之后预购一把剪刀 最后出选者之输一箱 法术伤害直接拉满 先来看看视频中的这个小鲁蛋 中了我的大招后 血条瞬间消失 走路可以说是走都走不动 最后还被附带的持续伤害 送回了泉水 先看看视频中的小鲁蛋 除了前期没有形成等级压制 所以秒不掉之外 后期一旦对面轮回转职 等级重置 就可以一个大招血条瞬间消失 目前在高分局里 已经成为了主流出装 相信再过几天 我们在职业联赛中 也能看见这套出装 喜欢后翼的玩家 一定要去试试 他绝对能让你用后翼 轻松上网者 目前在情报局里 已经成为了主流出装 相信再过几个光年 我们在奥运赛场上 也可以看到这套出装 喜欢玩后翼的玩家 一定要去试试 他绝对能让你用后翼 轻松二百五 变我的钱